大家好,我是安家纽约城东,你们的安家顾问 那么现在是2022年的第四季度之初,也就是10月初 那么最近呢,我接到了不少准买家的咨询 总结来说,他们问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我现在该不该买房 为什么会在这段时间集中的会问同一个问题 我想不外乎大家都是对最近的经济的状况 以及持续的加息,对房市的影响应该是有所耳闻了 那么最近呢,联准会在9月底如期的再次的加息75个基点 虽然比之前预告的低了25个基点 但是还是给很多需要利用贷款的买家,心理上是重重的一击 而媒体呢,也对这次的加息做了一些报道 同时预测啊,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初会步入衰退 对这样一些消息呢,大家就很容易得出结论是 现在不是买房的好时机 那么经济衰退了,房价肯定会下降 因此呢,现在绝对不是一个出手的一个时机 我想啊,这是大部分人的一个思考的逻辑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就针对纽约房市的具体情况来说一说 现在这个时候,哪些人是不需要买房 而哪些人可以逆向的操作,继续的录市 首先我觉得现在不能买房的人是因为利率升高无法获取贷款 或者无法达到贷款条件的买家 这里面呢,很多是初次的购房人 我遇到的一些买家,他们在半年前就拿到了贷款的预批性 那么当时的贷款的利率还是在3到4左右 那么银行根据他们的收入就批准了他们最高的贷款的额度 但是因为这些买家呢,在半年前没有选择到合适的房源 或者错过了购房的时机 那么等到现在利率上涨了 他们一下子就不符合贷款条件了 打一个比方,在利率是3%的时候 银行可以借给他50万 那么这样呢,每个月的还款额就是2108元 这已经是他们借款的最高的额度了 那么现在利率调高到5% 如果再要借50万 那么每月的还款额就会提升到2684元 那每个月呢,就增加了580元 这对银行来说,买家的收入呢 是不足以支撑他每个月这样高的还款额 因此呢,银行就不会借给他50万了 可能只能借给他40万 那么如此一来,他就无法购买到原来价位的房产了 如果是这类的买家 我想啊,首先你必须要重新去拿一个贷款的预批性 要看看自己的借款能力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并对购房的计划要做出一个适当的调整和重新的安排 或者是提高自己的首付款 或者是降低房产的标准 买一个相对比较小的 或者地点比较远一点的房产 而第二类不适宜现在进场的 是租金低于市场正常水平的租客 现在你们也不必急于买房 我们知道纽约最近的半年租金的涨幅非常的快 这导致了很多的买家是因为无法忍受高租金 而决定转向去购买自住房的 但是我也遇到一些租客 他们非常的幸运 遇到不错的房东 租金没有过高的涨幅 甚至还维持原租金不变 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的租客 那真是非常的幸运 非常的lucky 那么既然享受了低的租金 当然现在也没有很强的动力去买房 那么可以再观察一年以后 如果利率和房市都平稳了 再做购房的决定 第三类是非刚需的买家 这类的买家或者已经有自住房了 可能只是需要小房换大房 或者是空槽人士 需要从house搬到公寓来居住 那么总之 如果你仅仅是因为换房 那么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做一下观望 而不给予进场 第四类不能现在买房的是 预计工作状况不稳定 甚至有可能失业的朋友 很多的迹象显示 美国的经济正在步入衰退的通道 预计美国的失业率将会上升 中美贸易战和俄乌战争 使得全球的产业链问题会继续恶化 将导致一些行业不得不进行柴源 因此如果你预计 你的行业或者工作 在未来的半年不是特别的稳定 那么买房的动作也需要暂停 以上说的是不宜现在买房的四类人 当然这不意味着纽约房市就没有人买房了 市场就完全停顿了 我一再强调 纽约的市场有其独特性 甚至和全美的房市是不同调的 我们看到的一些新闻 说的都是全美的数据或者是一个大的趋势 那么完全把它套用到纽约的房市上 这是不够严谨和准确的 而且在最近的房价泡沫化的大都市中 我也看到纽约都不再其列 纽约房地产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首先纽约的房地产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 它不是完全靠本地人支撑的 这个意思是说美国的经济的大气候 对纽约房市是有所影响 但因为还有来自全美和国外的资金 也在支撑着房市 因此经济气候对房市的冲击的力度 要比其他区域小很多 其次纽约的经济还是非常多元化的 产业结构也比较健全 并不是靠单一的产业来支撑的 不是说只是靠旅游业或者靠金融业 那哪一个行业不行了 那么整个房市也垮了 而且在纽约的地产界 经纪人之间经常说的一个玩笑话是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纽约有这么多的有钱人 我们现在回头再来看 并且总结2020年就是疫情期间 对纽约房市的冲击 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纽约的房地产相对于全美是非常稳定的 没有太多的大起大落 而且它恢复反弹的速度 却是非常的惊人 所以未来无论是外部的经济环境 以及加息如何影响纽约的房市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它只是会让房产的交易速度放缓 交易量减少 有可能局部也会出现房价的下调 但指望房价要跌回疫情期间 也就是两年前2020年的水平 是不可能的 这从最近的很多的房产数据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 那么现在这个时机 谁可以继续的买房呢 我认为第一类当然是手握现金的买家 因为这类的买家 真是大大的利用了 现在市场的所有的好处 通货膨胀使得货币贬值加剧 因此需要通过购买房产 尽量的使资产保值 那么其次 它完美的避开了加息 使得贷款利率上涨 从而也省下了贷款产生的各种的成本 更重要的是 市场的竞争力大大的减少了 更少的买家和你竞争 为你争取到更多的溢价权 现在可以说这个市场呢 又回到了买方市场 那么第二类呢 就是房产的投资人 精明的有投资意识的人 总是会逆向操作 在大部分人恐惧的时候 他们总是能寻找到机会 那么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那些精明的投资人 在曼哈顿市场扫走了一批 非常好的方圆 那么等到大部分人都醒悟过来的时候 市场已经被炒起来了 目前对投资人来说 现在可能又是一个 他们进场的机会 第三类可以买房的人是刚需 但是无法忍受高租金 同时也认为目前的利率 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我之前的一期视频说过 在2019年之前 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房贷的利率 都是维持在5到6之间 那么2000年之初 甚至达到了10%左右 因此一些买家认为 目前的利率 只是恢复到以往的常态 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我也发现 现在不少的银行 针对买家对利率上升的抱怨 也推出了一些 比较灵活和变通的计划 很多的买家 会先采取浮动利率 等到几年以后 如果利率下调了 再做一个重新贷款 那么对于这类的买家 那么可以自己算一账 看看哪个方案 对自己更为有利 第四类可以进场的买家 是看准了那些社区 仍处于上升阶段 而且房价还非常的适中 还有继续上涨空间的房产 比如曼哈顿的南哈林 皇后区的长岛市 布鲁克林的古瓦纳这些社区 他们都处于房价的上涨期 同时开发商也考虑到 当前的市场气候 定价也没有太高 那么对这类社区的房产 未来一年半载的房价下降的可能性 也是非常低的 那么这类的房产 还是可以考虑进场的 那么至于现在谁可以进场 谁可以退场 或者继续的观望 都是根据自身对市场的认知 和实际的财务状况 做出判断的 我以上的观点 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思考问题的不同的角度 给大家一些建议和意见 总之纽约的房地产 我认为是经过大风大浪的 不会有太大的起伏 而且前一阶段 我还看到数据 纽约的豪宅市场 还是非常的兴旺 因为这类豪宅市场 基本上是不受利率的影响 大部分都是一些 全现金的买家 所以纽约的房地产市场 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量 好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这期的视频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点个赞吧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键 观看更多内容